來到墾丁海邊 水上摩托車 香蕉船 甜甜圈 水上活動 很多遊客指定要玩 但卻有網友PO文指控 被水上活動業者丟包在海面上 抱怨文密密麻麻 指出6月29號下午 把他和念國中的侄子跟別人並團 載到海中換水上設施 之後卻疑似把他們丟在海上 苦苦等待 等到海灘上的遊客都散了 他們兩人還繼續飄 距離岸邊一大段距離 揮手求救也沒人看見 讓兩個人都快嚇死了 海中漂浮快一個小時 業者才緩緩 騎著另一台水上摩托車來載人 直說剛剛故障了 業者澄清沒有刻意丟包 玩遊戲時本來就會讓遊客在海面上等待 換別種項目 堅稱沒有讓客人飄在海中一小時 雙方各說各話 半小時因為 你只能不住就在海上 墾丁負面消息頻傳人氣直直落 好不容易暑假觀光潮回流 又被網路投訴把客人丟在海上 客人留下不好的經驗 恐怕又要傷害墾丁的觀光形象 記者張春華評論報導 評論 問題 谢谢大家